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两个七十多岁老年人之间的竞争 以往我们讲过 年龄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是有优势的 一方面他比拜登小个几岁 另一方面相比于垂垂老矣的拜登 特朗普在美国人面前还是很生龙虎虎的 你想特朗普送给拜登一个绰号 瞌睡虫瞧 说这个拜登经常性的大瞌睡 不管是多么重要的场合 拜登都得把眼睛闭上瞇一会儿 这样一个身体状态确实让人怀疑 拜登你能不能选下去 选上之后你能不能干好美国总统 毕竟选完之后拜登都快八十岁了 特朗普不一样 朗普总统人是每天精神抖操的 在特朗普大舞台表演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 大家可能意识不到 特朗普也是一个74岁的老人了 所以年龄这块 特朗普是占优势的 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一下 当人年龄很大的时候 那可能真是哪天说不行就不行了 尤其是大家知道吗 美国男子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75岁 而生于1946年的特朗普总统 今年已经74岁了 2021年他宣誓就职的时候 如果他能连任的话 他刚好75岁 所以也有很多美国人担心 有没有可能突然哪一天 特朗普的身体也不行了 这还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前两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尤其美国靠什么维持他的霸权 靠他的军队 因此美国人是特别重视军队 尊敬军人的 特别把阵亡将士纪念日 定为全国性的节日 在这一天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 要向阵亡将士敬献花环 好好纪念一下 结果就在这一天 很多美国媒体捕捉到一个镜头 特朗普总统似乎站不住了 就在这么庄严素目的场合 甚至他似乎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手经常有无意义或者说下意识的动作 这一点就很让美国人担心 大家知道吗 去年我们一直在聊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身体问题 默克尔在去年连续两三次 在大型场合身体摇晃 差一点摔倒 到最后有一次出席一个重要场合的时候 甚至都不敢站着 得坐着出席了 当时德国国内很多人就猜测 默克尔到底是得了什么疾病 要知道默克尔年龄比特朗普还小八岁呢 而且默克尔还是女性 众所周知 女性寿命远比男性的平均寿命长 所以很多人美国猜测 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得了什么病了 或者说 为什么特朗普前两天讲 我天天服用奎宁啊 有的人就在猜测 难道他真的得了什么疾病了 正在秘密治疗 但是又不好讲 所以只能说 我在吃奎宁防治新冠疫情吗 朗普总统啊 底子还是很好的 身材特别高大 也非常健熟啊 但是毕竟作为一国总统 这是很操劳的事 尤其是每天还得亲自主持 两个小时的特朗普大舞台的表演 所以我们其实挺替他捏一把汗的 别到时候 这个老年痴呆和老年造狂的较量 变成两个老年痴呆的较量了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护il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